介大使 我想台湾其实还是有一位民进党派在驻日的一位代表 还是强烈反应 不过他站错边了 他是说吃这些 他是等于说比喻 那么这个有放射线的污水 事实上对身体健康 在这个时节讲的话 就是说有益对身体有益 结果我们国内的好多网站就登 很多学者都讲说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明 放射线的物质对身体有益 更不要说 拿来喝了 所以真的应该建议谢长廷 他每天去饮用一杯 有益的辅导喝污染水 你既然这么捧场 你就身体力行不要只说不略 不过以他现在的位置的话 他就代表蔡英文政府 是不是蔡英文政府 叫他这样讲的 反正他一向都讲这些事 也没有看到蔡英文政府 有出来否认 说这个是跟我无关 这个是那位谢长廷先生 自己的意见 因为要讲清楚 他就代表政府 他就代表蔡英文政府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 不是这个日本学者 他没有搞清楚 说为什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台湾政府就有声音 谢长廷就代表台湾政府 他就代表 他就是蔡英文的代表 这样我们可以特别从刚刚讲到 这个蛮新的 就是很多现在在采访日本的当地民众 其实都是很紧张 特别谢谢您觉得 现在在日本跟韩国 引起的这样子的这些 他们自己国内内部的讨论的影响性 会扩大吗 当然会扩大 当然会扩大 因为大家都不太吃海鲜 像我就不要吃 我就不要吃 除非我确定是我们台湾的 目前还可以吃 要不然因为现在有一些网站在传说 有一些日本的 现在大陆不要的 香港不要的 在台湾清销 就我们台湾清销 我们也不晓得这个局势 从哪里来的 海鱼 我们也不清楚 万一买得到日本的东西的话 那我不是拿自己健康开玩笑 现在台湾那么多群众 民众去买盐 把盐的都抢光了 就是大家就有恐惧 我何必要拿自己的生命 我的生命 我的健康去开玩笑 那我就不接触了 所以日本很多人接受访团 那个是很自然的 那就不要去接触海水 所培育出来的任何食品 尤其日本的海水 那现在最可恶的 就是说这些海水 渐渐会污染到我们台湾的水域 所以我们台湾的水产业 也会受到重创 而且这个创伤 是不断的累积的 它不会停的 因为它光废水 它就要排30年 日本政府可恶之处 蔡岸田文雄可恶之处 它有其他的方法它不用 对 其他的方法为什么不用 要花钱 又不是花日本纳税人的钱 这是东电它要花的钱 但日本可以补贴 为什么要我们其他所有邻国 所有的这个邻边的周边的人民 都要一起来跟他冒这个险 对不对 我是觉得日本说他要怎么 走这个什么 要走这个WTO程序 不可能的 为什么 如果要走WTO程序 WTO程序这个SPS 防疫检疫只有一个标 有一个重要标 要科学证据 对 那就会回去检测 它那个ALPS 到底是什么挖戈 对 它到线都搞不清楚 有这么万能的东西 可以把放射线都可以过滤掉 那拿诺贝尔奖 都可以拿好几个 我们修 我很喜欢吃海鲜 但岸田文修你凭什么剥夺我吃海鲜的权利 让我看到鱼我就会担心 你凭什么剥夺我 是不是 大家面对这个问题 要有一个三步的认识 三步 很简单 不科学 不必要 不道德 不科学 真的 不要受 就是那个IAEA昨天那个局长 阿根廷的外交官 他在今年年初又在 连任一次IAEA的这个 director的这个位置 我在想背后日本一定花了很多的精神 帮助他连任 对 他只是个外交官 他不是科学家 对 他昨天又说 我们的检测报告显现没有穿 穿低于标准 好 各位 除了穿 还有其他62种放射线 这是2020年10月 那个时候 日本政府就在考虑要放在海里面 对 绿色和平组织 34页英文的报告 后面一整排62种 快的只要几秒钟就会笑掉 慢的要几十年 对不起 几百年 两百年才可能这个消散掉 大部分都要几年到几十年之间 你ALPS没有办法把这些都拿掉 你去告诉我 ALPS他说 所有的其他放射性物质都不存在 我看所有的报告 包括日文的都没有这句话 他只讲到 穿低于浓度 对 完全回避 所以这个是不科学的 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的这个联合报告 也说这是不对的 美国的加威夷大学 连德国的环境部长都说这是不科学 所以各位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个 这是不科学 第二个 不必要 你为什么要排在海里面 我们连废弃物都不能排在海里面了 是不是 你连下水道你都要处理 经过污水处理 你才能排在海里面 你这是有放射性物质的 它不是一般的冷却水 核废水 它是核污水 它是直接碰到溶解的反应炉的基距 然后直接被污染的水 而不是去冷却那整个反应炉的水 所有全世界的就是反应炉 核能发电厂都是如此 所以日本要误导你 中国韩国 甚至包含 某些地方的这个川都含量 其实都比我们高 No 所以它第一个不科学 它第二个不必要 第三个呢 它不道德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 才知道为什么岸田文雄 在过去这段期间 要去推G7 要去支持俄乌战争 要去大卫营跟日韩结合 做什么东西 美国就要做什么东西 它都配合 对 大概都有想到 它把这个核污水排到海里面 所产生的外交上的冲突 所以连美国 各位一定要记得 美国政府发了声明 支持认为这是科学的 安全的 我们看接下来这30年 你只要找到一条鱼 哪一个科学机构说 这个鱼被污染了 这污染源来自于 日本排放的核污水 你完了 就完蛋了 对不对 对 但是完蛋了不是说 这些政府的信用 因为这些人老早离开了 岸田文雄还能做多久 我在预测 韩国很快去提罢免 尹熙岳 对 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你韩国完全不 尹熙岳不注重 日本韩国自己的尊严 对 所以我猜 他很可能会被罢免很快 先请教永明兄 联盟多这一次访问 他讲了他想要讲的话 对 但是呢 我觉得 他讲话的过程 他讲话的内容 反而显现出 他其实就是一个强硬的 鹰派的执行者 是 他还不是一个理念 他虽然是部长 但是很清楚 他是一个政客 从罗德岛的这个州长 到变成商务部的部长 在此之前 他只是个律师 所以他不懂科技 是他底下的一个负责 安全部门的一个局长 主要在操控 对中的经济 科技上的这个管制 是 所以 在他跟王恩涛见面的时候 王恩涛提了五个要求 后来这五个要求 他在跟何立峰 以及跟李强总理见面的时候 那两位 这个大陆的高层 也重复了 这五个要求 他完全没有回答 联盟多 哪五个呢 美国对华 301关税 就是那种惩罚性关税 从川普到现在 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对华的半导体政策 第三个 双向的投资的限制 第四个 美国的歧视性的补贴 这指的是那个晶片法案 对 还有那个削减通膨法案 对 采取保护主义的补贴 第一个五个呢 制裁中国企业 制裁中国企业 已经到达700多个 对 还有机构跟个人 加起来1300多个 然后在雷蒙多来之前呢 他故意拿掉了27个 大部分是科技公司 但是他都列在所谓 未证实清单 什么叫未证实清单 就是美国我不需要去认证 我认为你危险 我认为你可疑 我就把它列在这个清单 你就进入到黑名单 那要你自己证明 所以这五个东西 关税 半导体 投资 歧视性补贴 也就是保护主义的政策 以及对中国科技的这些限制 雷蒙多一句话都没有回答 虽然做了四个的这个机制 像是所谓的工作小组 对话机制 然后呢 专家小组 以及这个针对政策的谈话 看起来好像在事务性层面 技术层面有在突破 可是呢 这个东西对北京而言 我也是要用这个机制来去询问你啊 你应该对你的设限 更加透明化 我还记得他跟何立峰 中国大陆副总理见面的时候 他说 我们国家安全第一优先 我们国家安全第一优先 我不是要去压抑你中国经济 但是我的国家安全第一优先 在这个原则之下 我去推动中美之间的贸易 他也说 我们到现在为止 对你中国的制裁的项目 占我们中美贸易只有1% 但那是多核心的1%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问题是 那既然你要来谈 你要更清楚 把你自己定的标准是什么 讲清楚 讲不清楚的 为什么 这跟过去冷战的时候不一样 冷战是 你要把一个东西 作为军事用品了 才会禁止 它现在是 只要你任何的技术 可能会被用为军民两用的 它就把你禁止 因为它是全面性的科技压制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反而是更清楚的知道美国的本质跟立场 这没什么太特殊的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是不是11月 习拜会一定会开 但是感觉上中国大陆这一次是愿意 就是说把这个温度降温 可是能降多少 我觉得是怀疑的 是 其实这个雷蒙多 事实上他去 当然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去 他不是为了中国大陆利益而去 他这个 想要创造出一种气氛 可以感觉得出来 那中国大陆也配合他 想要创造一个气氛 这个气氛就是说 双方在这个经贸关系上面 事实上在往一个 比较正面的方向在走 是 那有一点转向的感觉 那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这个中国大陆 帮他安排了很多会见 对 包括甚至管这个观光客的 文化部长 文旅部长都建了 所以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那中国大陆也在他去的时候 宣布对于那个 波音737 MAX这一型的飞机 准备同意他供货 因为这个已经被中国大陆 就是说四航 四航证已经取消了大概三年了 很久了 很久了 那现在放宽 也是释放出一种气氛 那可是要实质上要突破是非常困难的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现在会让这个雷蒙多稍微客气点原因 就中国大陆也拿金帽做一个制裁的武器 反制的武器出来 过去中国大陆是没有拿的 这些都是今年大概上半年才出台的一些做法 就是把美国的厂商也列入实体清单 列了好几个公司 包括美光 那还有就是雷城跟这个洛马 都列入了实体清单 另外呢 还有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关键的这些材料 比如说加根者 现在也有说有一些稀土 比如说剔啊 锡啊 污啊 都有考虑要限制出口 那这个部分的话 对美国形成实际上的威胁 所以等于说反制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报复 那种这种制裁 所以就变成雷蒙多他也必须要审慎的因应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中国大陆对于外面的报道 对美国的农产品的进口减少了非常多 减少非常多 所以这些都是雷蒙多他必须要去 能够说服中国大陆 不要做出对美国进一步不利措施的 所以现在双方各有筹码 那而且他作为一个商业部长 他的职责不是天天在制裁外国的这个商业伙伴 他是要拓展美国产品的 在外国的市场 所以他的是双重角色 他如果只知道有一个角色的话 那他国内的这些 美国的这些商业界 产业界对他是不满意的 没错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 他也就是说他去之前 他说我必须要怎么样 找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平衡点 那他有一方面 他要能够中国大陆对他开放一些商业机会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要抵制 继续抵制中国大陆 产品在美国的市场 继续限制美国产品对中国大陆出口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 所以他对我来说 我会很强硬 可是呢 我也会很务实 那不晓得他到底强硬在哪里 务实在哪里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整体来看 他事实上在气氛上 给整体外界看起来 是有一些往暖的方向 回暖的方向走 这也可以说 在他的艰难的任务之下 也勉强说 有一些正面的成绩出来 雷孟多访华他当然立场咬得很硬 中国方面要求了降低关税 出口管制放松 然后雷孟多说他一概拒绝 他有没有开一些清单 要中国让步的 显然一定有 要不要买波音飞机 要不要旅行 当时采购农产品的协议 这个等等 那请问你互相不让步的话 中国会答应吗 我是存疑 那中国虽然是看你表演吧 你要不要就给你表演吧 你竟然来了 那我也不吭声 所以 雷孟多讲说 美国人觉得说 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越来越无法投资 有人讲过你来投资吗 你不是说在中国投资 是一定赔吗 你再讲了 有的没有的 那现在 投资无法投资 你又抱怨 其实抱怨的那几个案子 有几个案子被认定于 这些美商是借机在中国当帮CIA收集情报 真的是有这回事 至于说其他已经被列入管制的 那你美国打压中国企业的可是多了 慢慢格考 中国我觉得规模还小 抓的美光 那个实在是不伤疲肉的事情 在做事情 所以两方面要么就坐下来谈 要么就继续缠斗下去 看样子是会继续缠斗一段时间 只是声浪可能不会那么高 华为这一次出现的这个Mate 60 Pro 的确很多人刮目相关 CPU采用709000S GPU采用华为自己设计的 叫做什么Mate Leon 蛮新的一个款式 自己设计晶片 自己设计晶片没有错 制造的是有中心制造的 那也能够达到7奈米 7奈米的话就距离5奈米 就只有一线之隔 现在目前手机大概用5奈米 或7奈米为主 那这个突破 而且速度虽然没有讲 是有5G 但速度已经到了5G的速度 它目前还没有开一季正式的发布会 只是上去预购 没想到秒杀 全部卖光 这是很令人压抑 因为它最重要 它有一个卫星通讯的功能 跟北斗卫星直接连接 对全世界使用这款手机 就很方便 不用担心基地台的问题 至于加拿大 其实它默默的通过台湾海峡 也许问题不大 它现在敲锣打鼓 一副来挑衅人 就不像自由航行 中国大陆如果没有给它颜色看的话 就好像 你忍忍黑道老大也就算 江湖规矩就说 你是黑道老大我尊重你 像黑道老大的小弟也要跟着猖狂 要扮演黑道老大的角色 美国是足够资格当黑道老大了 但是加拿大只是黑道老大的 这个parking的车的小弟 也要装着黑道老大来过 我也不懂加拿大五官 什么会是上将阶的 就是讲这个呛响 那我建议中国可以学习郑之龙 那是三四百年前的事情 荷兰人觉得他的舰队在台湾海峡 还是老大 就郑之龙耍了一招 他也不用跟你惹 他派了一架破船 直接把那个 那个荷兰的战舰给撞了破一个洞 他荷兰以后彼此乖乖 以后都不敢再吭声了 以后都要请示一下郑之龙 我这一道过去 你至少少惹我 先打个招呼 这会不会是世界大战 这很严重 这会不会是世界大战 这很严重 那他也不敢反击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应付加拿大要硬一点 应付美国不必那么硬是可以的 真的吗 教授也这么看吗 不过那个荷兰不敢反击 是因为郑之龙的船队够强大 比他强啊 比他强大 是 所以荷兰也知道 如果他反击的话 那背后的 那就是被歼灭 不但是荷兰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 但是郑之龙 忍不起有几队 但是郑之龙是整个东亚地区 最强大的海盗船队 海盗 所以他打不赢的啦 因为他的舰队拉到亚洲来的时候 他的作战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不过我讲一下雷门多 雷门多他当然要对他的国内的国会 还有表达他很强硬 不过问题就在于 他的强硬是一厢情愿 例如说 美国企业说 哎呀我们在中国现在投资 真的很不方便 那中国企业也一样嘛 在美国投资也很不方便嘛 你也是这个限制 那个限制 这个调查 那个调查 那然后这个处罚 那个处罚 一样的道理嘛 那也就是说 既然双方都不方便 那双方还是要投资 那就代表有利可图 那双方要改善 那就是政府出现在来谈 那要怎么谈 现在当然不可能在这次就谈好嘛 那工作组来谈 那工作组就不在台面上了 因为两个工作组都不在台面上 但是都是副部长级跟市长级的 那就是工作组 偷偷的慢慢的 好好的来谈 那国会也不会知道 大家也都心照不宣 就看哪一些项目 你美国开放多少 我就放多少 你301不放 那我的关税也就不会放 你的投资限制不放 那我的投资限制也就不会放 你要我这个加根者要取消 那别想 你要我美光或是什么要改变 那你要看看你对我的华为 你要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都是相互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 双方还在周旋 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周旋 不会放松 那彼此之间继续搅斗 缠斗继续下去 绝对不会停止 但是美国人幻想说 中国一定会屈服 一定会让步 我就想太多了 因为整个局势对中国大陆 坦白说不会越来越不利 最不利的环境 最坏的环境都过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美国能够谈的筹码跟空间 越来越小 为什么 拜登这个团队 他认为我拉重来打的时候就有效 结果这些重都开始跳船了 跳光了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无效 另外一个提到有关于日本 我觉得日本本身 原本中国大陆 并没有把日本视为敌国 但是日本现在的白皮书 把中国大陆视为敌国 而且要发展这种长城的攻击武器的话 我觉得日本本身已经把自己 现代的政府 把自己引向战争 在日本本土发生 我觉得这个对日本来讲 是很愚蠢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也是一样 加拿大 你远在另外一边 跑到台湾海峡来耀武扬威 可是你加拿大才几个兵 几个人 几个船队 你到台湾海峡来耀武扬威 你看在这一次 中俄的联合海军已经到美国去了 我个人推断了 接着再往南走到加拿大 绝对可能在明年 一定就是这样开始走了 加拿大以后外海 也都看到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新式战舰 日本的水产一向很发达 但是它最大的出口市场 就在中国大陆 它整个国家出口的比例 有22%以上 就到中国大陆 所以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再加上北海道的部分 就六成以上都卖到中国大陆去 别的地方 也找不到地方可以卖 所以中国大陆对于 日本的水产品下禁止令 对日本的渔业 是影响非常的大 可是又话又说回来 你福岛排放的核污水 顺着黑潮往北流 第一个当然就到北海道 它不进北海道 不进谁的地方去 它绕一个圈 往北半球绕到 美国可能还要到明年的事情 所以第一关就是卡到北海道 日本说要对WTO诉求 你有什么诉求的基础 我是不太懂 因为这个是个卫生的一个问题 公共卫生的问题 跟WTO规定的贸易壁链 那是没有关系的 它可能弄错法律 是跟WTO申诉 再加上WTO申诉 第一关叫增加专家咨询会议 那我看你也弄不出平堂 第二关叫上诉机制 上诉机制现在美国人说不开 很多在拉拢了澳洲国家不开 就到现在好几年都没开了 所以就搁在那边 不过我想它是在队内做安抚用的 还是要说外面坐下好好谈 但是像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 像桥下策不是一般的大阪之士 他曾经差一点问等日本的首相 这种位阶的人士 他怎么会那么笨讲这种话 说中国人要到日本来 必须先吃10个福岛扇贝才能来 以后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 你先喝10桶核污水才能到中国来 有必要这样搞吗 非常激化 政治的物色 比较像我们的谢晓夫 我们谢晓夫说 吃了对身体有益的话 那好谢晓夫你每天喝2000cc就好了 那要蔡英文赖清德 每一个人每天2000cc 但日本一亿人口 如果每一个人每天2000cc 核污水的话大概就消化掉 不用排到太平洋去了 不过日本可能就会绝肿 先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不用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水 在讲都没什么用 那引爆民间的这些怒火 当然是会 但是也不用过度去激荡 因为日本先检讨 看能不能说服大家 不能的话 你要找别的方式来解决 你何必说有美国跟你撑腰 你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应要排到 那现在中国大陆抓住这议题是对的 第一个有道德的正当性 第二个可以以一种海洋保护者的 这种身份出现 中国国家这么大 有义务保护所有的海洋 尤其太平洋 你不用去管印度洋 不用管地中海 至少你要先管管太平洋的事 那你日本是违规 你当然怎么可以不管 所以不一定要过度 但是你站在这个立场上 绝对是正确的 而且不要轻易的让步 至于说弄到什么和服 胡思惠或者日本的音乐 我倒觉得是不必要 那个就有点跨界了 还是要针对日本的出口到中国 到水产品这样就可以了 对日本的政治人物如果有言行不对的 要大力批判这也是对的 但是不要弄到什么一般的老百姓都要丢石头 那我劝双方面 这个真的是不宜 因为我看到岸田文雄的反应 很紧张很激烈 说中国你立刻给我停止 不能够禁止进口 然后看到他们的农林产的大臣 说医疗味道 我没想到这么的严重 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位就打脸了 BBC的当天的一份专题报导 BBC当天一份专题报导是说 哎呀这个影响不大了 因为日本的农水产品 水产品只占它的GDP总量1% 然后这1%中绝大部分都是内销 所以外销的已经很小了 然后外销中再销到中国的 那就很小很小了 所以影响不大 而且我也有访问过 日本两个最大的水产公司 他们都说哎呀没有什么影响 结果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 官方的数字 对直接当天打脸BBC的专栏报导 这个厉害 你就可以知道现在英国的媒体的水平 实在是非常的高 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 我觉得中国大陆 把这个态度表达得很明白 很清楚 而且立刻的就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其实它有一个用意 就是希望你日本停止排放 所以它是暂停进口 但是你日本政府如果愿意听得进去 你说你愿意对话 那对话的目的就是说 我今天告诉你 你今天要停止排放了 我觉得如果日本愿意停止排放 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说未来要排放30年 对因为它要把这100多万吨整个排光 而且它这一波要排17天 而且要排7800吨 目前已经排了一两千吨出去了 还要继续排下去 那中国大陆的立场并不是说 我今天要全面反日 或是我要禁止你什么 我主要的是要你不要再排放了 我觉得岸田文雄也好 林芳镇也好 你们如果感受到整个太平洋国家的焦虑 跟愤怒 你就停止排放 这个事情自然就解决了 我觉得为什么不选这条路 另外我觉得日本的政客 这些前政客 他讲的话 你中国人给我吃10颗 你才能够进来 那中国人就不去了 坦白说金板神的这些市长 现任的一定是很恼火 你影响我的观光收入 你们这些前政客 你不要害我现在 我们要的是观光客进来 可是现在的情况 观光客不去 你日本的经济怎么